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若是把新中国的将领比作漫天星辰,林彪和素玉必然是其中极其耀眼的两颗,两位都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那么这两位在军事能力上究竟数强数弱呢?毛主席对于两人又是怎样评价的呢? 今天就从多个方面和角度给两位将领做一个比较。 红军时期,林彪略胜一筹,两人都出生于1907年,在1927年8月,素玉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1928年,在参加完湘南起义后,素玉随队伍来到了井冈山。 井冈山时期的素玉开始展露头角,不断在对国民党右派的作战中立下战功,也因此他的职位不断上升。 从班长到红军营长、团长、师长,到25岁年,正式升任红四军参谋长。 素玉仅仅用了短短的五年。 再来看林彪,1927年林彪同样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 井冈山时期的林彪迅速展现了自己卓越的军事素养,并且屡次为红军立下战功。 1929年,林彪跟随朱德、毛泽东二人一同开拓干南和闽西根据地,23岁就升任军长,25岁就升任军团长。 长征开始之前,林彪更是显露了他强悍的军事天才。 从四渡赤水、桥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卢定桥等经典战力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红衣军团和林彪的影子。 两人有许多共同点。 首先,两人年龄相同,甚至连生日也不过只相差不到四个月。 另外,两人都是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早早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更巧合的是,两人都是著名的南昌起义参与者,两人都可以称得上是共军的建军助食。 南昌起义后,两人都曾参加过湘南起义。 井冈山时期,两人都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少年英才,屡获战功,甚至速度可以说堪比火箭一般。 在这一时期,其实林彪是要一直压制苏语半头的。 论起点,南昌起义时林彪已是连长,而肃玉只是一个班长。 论升迁速度,林彪在1932年便已经升任红一军军团长,而此时的肃玉为红四军参谋长。 在职位上,林彪是要高上肃玉半级的。 最后我们来论毛主席对此时二人的看法,也不难可以看出这一暑期毛主席显然是更器重林彪的。 开拓新根据地,毛主席会更倾向于带着林彪。 一些重要的战役,毛主席也往往会更加信任林彪去指挥。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红军时期的林彪是要比肃玉略胜一筹的。 多年以后,林彪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道,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极致井冈山时期就属我俩打得好。 抗日时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 这一时期,对手由国民党右派变成了更加强大的日军。 先说林彪,抗战刚开始,林彪就被任命为八路军帝一一五师师长。 一一五师在当时是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之一。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党中央显然对林彪抱有大的信任和认可。 而此时林彪也没有愧对组织上的信任。 他率部挺进华北地区这一抗日最前线。 1937年9月25日,他与聂荣真指挥部队在平行关地区为日本人设下了一个大大的包围圈。 此意,一举歼灭日军精锐部队一千余人,缴获武器弹药无数。 最重要的是,此战时抗战以来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的首次胜利, 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史称平行关大劫。 林彪此战过后可谓声名鹊起,成为了全国著名的抗日名将。 这之后,他率领索部,连战连胜。 11月初,他在广阳涉服日军兼敌一千余人,打出了中国军人的风采。 1938年3月2日,林彪被当地国民党阎西山索部的哨兵开枪勿伤, 被迫结束了自己的抗日生涯,在延安经受治疗后前往苏联休养。 对于林彪的功绩,1938年5月,毛主席曾在演讲时不加掩饰地赞扬林彪道, 若是全国有这500个林彪,那么我们就能打败日本。 再说苏玉,抗战时期的苏玉没有林彪那么高的起点。 1938年4月底,苏玉任新组建的新四军先前支队司令员, 期间他带领部队多次执行敌后侦察任务,以及破坏敌人军用设施等任务。 1939年逐渐壮大起来的新四军部队,终于有了和日军正面对抗的能力。 这一年,苏玉带领部队多次主动出击日军,击毙日军数百名。 1941年,苏玉担任新四军第一时师长,指挥苏中军民展开了对日军的反扫荡战斗和要点争夺战, 兼敌数千名。 1944年,苏玉率部队日军展开春季共事,解放国土近3000平方公里。 之后,苏玉指挥军队,对日军发起多次战役,再次消灭日伪军数千名。 同样是在这一年,苏玉率领只有数千人的部队在苏北车桥,歼灭了1000多名日伪军。 听闻这一喜讯的毛泽东,也不禁表达了对苏玉的认可和赞赏。 他说,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1945年1月13日,苏玉就任苏浙军区司令员。 这一时期的苏玉不断发动对敌军的攻击,极大的拓展了在苏浙地区的革命根据地,使山东、华中解放区连成一片。 同时,这一年,新四军在苏玉的领导下取得了飞速发展,部队扩张到十万人以上,为日后的解放战争汲取了力量。 对比这一时期的林彪苏玉二人,林彪在抗战第二年便被迫退出战场,也成为了林彪一生的遗憾。 如果林彪不受伤,抗战时期的八路军一定会创造出更多的精彩战役。 此时的苏玉则是在条件极其困苦的南方慢慢地发育起来了,他通过几场硬仗证明了自己, 他的军事才能也因此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任和肯定。 这也是他在日后的解放战争中被委以重任的原因。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抗战时期的苏玉论功劳是要远远高于林彪的。 这一时期的苏玉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新四军由一条浅浅的河流汇集成了一条大江大河。 苏玉也因此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心中的地位水涨船高,不再逊于林彪。 解放战争时期,林素二人巅峰期,一南一北显身手。 解放战争可谓林彪和苏玉军事生涯中真正意义上的巅峰。 相比较红军时刻和抗战时期的小打小闹,这两位名战将,在这一时期终于有了指挥百万以上人数大战役的机会。 先说林彪,这把抗战时期擦拭一九却久未燃血的宝剑,终于有了出鞘的机会。 1945年9月,林彪接到命令前往东北地区,在东北解放区与国民党右派分庭抗礼。 东北地区是抗战胜利初期的一大战略要点,这里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凛利,实在是解放战争中必须要占得的先机。 派林彪去这里镇守,实在可以看出党中央对于林彪的信任。 林彪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与罗容环执掌东北军期间,东北军队的规模取得了火箭般的扩张。 短短三年,东北军便由一支十万人数左右的军队,扩张到拥有一百五十万人数的百万雄狮。 一跃成为日后的解放军战斗序列中的第一雄狮。 再看林彪在这一时期的战绩,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林彪和东北军的处境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在国民党近百万军队的进攻下,东北南满根据地岌岌可危,林彪也显露了他异于常人的军事天才。 创造性利用南北支援战术打出了三下江南,四宝临江的奇迹作战,直接打破了杜玉明先南后北, 从而慢慢蚕食东北根据地的企图,也使得国民党部队无力在主动出击。 1947年,林彪率领部队主动出击,通过夏季、秋季、冬季,三大公式直接歼灭国民党部队三十多万,直接改变了两军的力量比。 1948年,举世闻名的辽省战役,消灭敌军近五十万,直接肃清了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势力。 同时,东北野战军的数量也直接扩张到百万人数。 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奉命如关,开始进行平津战役。 在华北地区,林彪的指挥依旧犀利且有条理,他发动几次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对近五十二万人, 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后面的东北解放军和林彪的威名传遍大江南北, 这只雄狮一路南下,参与了渡江战役、解放湖南战役、解放广东战役等,几乎横扫半个中国。 再说肃玉,这位在抗战末期军事才能,才被党中央所真正重视的名将, 在解放战争时期,同样受到了党中央的重用,并借此在解放战争中大放异彩。 1946年,肃玉坐镇华东解放区,执掌华中解放军。 这时的华中解放军不过几万人,却遭遇了国民党近五十万人的围攻。 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肃玉沉着冷静,率领华中解放军先在苏中地区进行内线作战。 经过几场恶战,三万华中解放军竟然歼灭了国民党军近五点三万人, 取得了在内线歼灭每届装备的国民党军的初步经验, 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初期取得的重大胜利之一。 1947年1月,肃玉率军连续发动了肃北战役、孟良固战役等数次大规模战役, 揭灭国民党军队七个军之多,帮助华中解放军彻底在华中地区站稳了脚跟, 有了和国民党军队一决高下的资本。 之后的战场上,肃玉和华野延续了他们之前的奇迹, 他们多次以少胜多,取得了开封战役、济南战役等战役的胜利。 肃玉的神奇指挥连同一时期的林彪也赞叹不已, 当肃玉连战连结时,林彪曾感叹道,肃玉竟打神仙仗,肃玉打仗真行, 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 肃玉也是林彪此生唯一称赞的军事将领。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大响,在这场解放战争中最大规模的战役, 同时也是决定国共两党命运的大决战中,肃玉当仁不让地作为总指挥,指挥了这次战役。 淮海战役的结果不须多言,解放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胜, 国民党百万大军灰飞烟灭,彻底丧失了和解放军抗衡的资格。 此后的肃玉,率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等战略要地,功劳甚大。 无论是对于肃玉还是林彪来说,解放战争都是他们的巅峰之战, 他们一南一北,打得国民党毫无招架之力。 戏论战功,林彪的东北野战军解放的国土面积要远远多于华野, 但论歼灭的敌军人数,华中野战军却又要略高于东北野战军。 论军是难度,东北野战军因为有苏联的支持, 所以在军事装备上要高于孤军深入的话也不少。 肃玉孤军插入国民党统治区腹地,且能够立足脚跟,实在是难以想象。 因此很多人认为,解放战争中肃玉的功劳是要比林彪要稍大一些的。 肃玉、林彪二人都是卓越的军事家, 他们都曾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 也同样获得了毛主席不加掩饰的赞赏。 国有良将,大难不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